兄弟们,元气骑士打铁节活动要来了 4月23日老时间更新 这次推出了一个新玩法武器合成模式 每次进入关卡前需要与花园的老铁交互 才能开启武器合成模式 触使武器会被丢弃 转而随机获得一把合成武器的子武器 武器品质为白色或者绿色 关卡内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合成图标 查看武器合成图鉴 武器合成模式中不会再遇到重铸熔炉 不会再遇到随从及角色NPC 无法在此模式钓鱼 无法携带其他英子 持有什么武器就会大概率遇到能与所持武器合成的武器 使用合成武器击败BOSS 可以获得融合粒子 融合粒子能在花园的老铁这里 兑换活动奖励 老铁的锤子有两种攻击形态 形态一老铁的锤子近战锤机地面产生震荡波 不消耗蓝量 攻击间隔较长 形态二老铁的锤子变为蓄力武器 满蓄力时将骑士带离地面 松开攻击键落地 生成震荡波并概率眩运当前位置的敌人 传奇焊枪的普通攻击发射直线激光 概率眩运敌人 点击特殊攻击按钮加热焊枪 周围进行三道激光切割敌人 新合成武器有 八分宝加特林 八分宝加特林由八分宝和加特林合成 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武器 聚爆急兵 聚爆急兵由火箭炮和冰炮合成 子弹造成冰属性伤害和火箭炮的爆炸伤害 并且会在爆炸落点形成冰冻圈 40米长刀 黄色胶带将两柄40米长刀 粘合在一起就成了80米长刀 激烈 满蓄力攻击向周围环绕扫射直线激光 并在目标处落下激光